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做了一个教育跟工艺结合的项目 我们叫one hour each week 就是每周一小时 那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面 都有外地来打工的家庭 那他们忙于生计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也有本地困难家庭的孩子 因为家里困难 也没有经历经济能力去照顾孩子 那这群孩子 其实他们的未来很清楚 你看现在你不要讲初中没毕业 高中没毕业 现在你大学毕业了 可能还找不到工作呢 那这些人将来会怎么样 可能就就是街头上偷啊抢的这一群人 所以我常常跟一些人讲 我说不要等有一天你被偷了 或者你家被盗了 然后你开始说 哎呀怎么没有人去教育那些人 在他们还小的时候 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事情 未来这个城市就回家会更好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信念 我们说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鼓励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每个周末牺牲一天的时间 我们陪他们一起学习 陪他们一起补课 陪他们一起玩 那我自己我常常讲虽然我们说是one hour each week 但实际上一去就是半天 至少半天 那我们那一个小时补课当然很重要 我们都是这个至少是大学重点大学本格毕业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陪他们玩这一个小时 因为他们的家长都没先管他们 需要老师也未必待见他们 他们在这个社会是被边缘的 但是在这里有人去爱他们 去拥抱他们 你看那个照片对比 他们的笑脸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 这是真的是很美的一个事情 而且在这个当中 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同工 有一大批的同工 就是因为one hour each week成长起来 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每个人都前面讲 我们就让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来讲 We welcome Snow Snow Lee is the best from a fun hour each week 地秀姐妹晚上平安 那感谢主真的是给我这样的机会 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one hour each week 那我想对于我们教会本身的弟兄姐妹来讲 ohew大家都不陌生对吗 我们常常在周末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one hour each week 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边 带大家走进我们的one hour 那大屏幕上有写着one hour each week 是我们的周末一小时 那刚刚牧师也有讲到说 可能猜浴道其中的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说 每一次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小时 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们聚会的时候 可能每周你也有一个时间是固定地来到教会的 那这样的一个施工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走进社区的这些留守的儿童 走进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们 能够对他们伸出我们的双手 然后我们能够拥抱他 给他们分享我们的爱 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吃了胃 怎能叫他再咸呢 以后不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教导我们说 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 那盐和光都有他们各自的功用 对吗 所以这里边有讲到说 盐若失了胃 怎能叫他再咸呢 所以每一个在这里的我们 神造我们的时候都不是无用的 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盐 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在Wireward的这个施工当中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一页是有讲到说 我们Wireward each week的一个起源 那我这里边有写到说 第一个是一则新闻 第二个是一顿晚饭 那一则新闻讲的就是说 在13年之前 当时是有一则新闻 我记得牧师有分享过 就是说在那个 有一则新闻讲到说 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弃鹰 应该是在澳门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也就是当 整个教会在分享这样的信息 说有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很痛心的 然后故事当时就有讲到说 那在澳门的时候 在澳门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会有七鹰被在垃圾桶里面发现 那我们在大连可以做些什么呢 所以今天很多次的分享当中 大家都有提到说 神给我们的使命 是让我们去传福音对吗 而且神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福音要传到地级 那我今天就有想到说 神告诉我们说 将福音传到地级 那地级是在哪里 是要告诉我们说 你要去找地级在哪里 我要走到地级那个地方 才传福音吗 不是这样的 神告诉我们说 你要将福音传到地级 你所在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传福音的何常 你所在的地方 就应该是那个教会 甚至是你打开你家的门 跨过那条街 那里就有你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苦苦地 跟神来祷告说 神啊 求你给我那样的异象 告诉我 我应该做些什么 我应该准备些什么 我应该考些什么 学些什么 神告诉你说 从现在开始 让我们脑 我们可以从我们身边 来做一些事情 那这个是我们 一则新闻的这个起源 那当我们想到说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大家很通心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反思说 那在大连 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呢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 这一顿晚饭 那这一顿晚饭呢 是无意间 我们教会的几个姐妹 跟一个在社区工作的 一个朋友 一起来吃晚饭 那大家在吃晚饭的过程当中 就无意间地聊起来的 这个事情说 那在大连 我们可以做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帮助到我们身边的人 那恰巧这个朋友呢 他就在这个街道工作 是政府部门 所以他就想到说 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一些 这个街道的退休的这些老师 那街道的这些人 是可以联系到当地 大连各个社区 所负责的这个街道 所负责的这个学校 那学校里边 一定会有一些 贫困家庭的孩子 那包括家长可能是外来务工的 他们没有时间去照看他们的孩子 看你们可不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 去做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去吃这一顿晚饭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 大家聚在一起 不是为了讨论这样的一个施工 但恰恰就是因为无意间的谈话 然后让我们知道了说 其实在我们身边 就有这样一群人 是等待着我们去帮助的 所以这一页的Deck里边的标题 是上帝开的门 我们都知道说上帝开的门 无人能关 所以当神做事情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奇妙 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神的门开了 我们要为了神的功去做事情 所以有了这样的新闻 和这样的一顿晚饭之后呢 我们的One We Trick就应远而生了 那从2013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每一个周六 我们都会聚集很多的年轻人 去给我们社区的小朋友辅导 那这里边是我们2003年的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大家会看到说 我这里放了三个图片 三个图片上有三个小朋友 有三个老师 所以我们的起点真的不高 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只有三个学生 而且这三个学生当中 大家会看到说 上面这个小男孩和下面这个小女孩 他们是一对兄妹 所以他们是来自一个家庭的 那当社区帮我们找到这样的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也是 虽然只有三个小朋友 我们也是很认真的来准备 那周六下午跟他们相聚的时光 为他们补习功课 那我还记得我们在去的路上 是一条很窄的小铁路 下面的图片 稍后大家可能会看到 那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我们是在街道为我们准备的 他们办公的这个办公室 因为周一到周五他们是办公的 但周末大家都是休息的 所以街道会有负责人跟我们对接 孩子们会到这里面聚集 我们的老师也是按时来跟孩子对接 所以你会看到说 我们主要的课程是一对一的辅导 也就是说对这些留守儿童和 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讲 我们提供的是一对一的服务 每一个孩子在周六下午 都有一名专职的老师 对他进行课业上的辅导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补课的时间 第一次的时候 孩子见到我们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腼腆的 因为对于老师来讲 可能也是见到陌生的人 尤其是小朋友 甚至这些年轻人都是很年轻的 都是未婚的 所以面对他们来讲 我们的沟通其实也是有障碍的 大家在那个 就是社区办公室的走廊里边 有一条长椅 就是学生坐在三个人 坐在这边 老师三个人坐在这边 中间空很大 然后没有人 就是很好地知道 怎么跟对方打招呼 因为很尴尬 我记得非常清楚 2013年第一次课 化解我们尴尬的是一根香蕉 因为还好 我们去的路上买了水果 所以当那只香蕉 滴出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 孩子接过的时候 有效蕉 这是我们最开始建立关系和开始交谈的时候 下一页 好 那这一页是我们整个 光尔滴去被个从2013年第一堂课到现在的经历的这几年的一个新路历程哈 那13年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说我们上路了 那因为我们辅导的这个社区是在数码广场附近 所以它后面有一条小铁道 就是我刚才有讲到的 所以每一次的时候 志愿者和学生们有的时候会走这个小铁道哈 然后一起到那个社区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我们课业的辅导 那到2014年的时候呢 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说2014年我们正式开始接收了初中生 那这些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都是小学生哈 大概三四年级左右 那到2014年我们已经开始接受 初中生 那15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跟小朋友一起过六一儿童节 包括一起过感恩节 那这里边的这个图片呢 是我们将所有的志愿者 以及我们辅导的小朋友邀请到了教会 一边去过六一儿童节 我们一起来烘焙 然后放的是这张合影哈 那16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挪威的宣教的团队 跟我们一起去春游哈 那上面大家会看到 有很多来自挪威的年轻人 他们来到我们教会 他们对儿童的施工也非常的有负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到我们周六的Wire Witch Week 跟我们一起跟小朋友一起互动游戏 那参与到我们春游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17年的时候大家会看到 我标注了5000人年会的一个表演啊 那17年的这个5000人的年会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辅导小朋友的所有的志愿者的来源 大体上会分为两类 那第一部分呢 是下午孙牧师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的MC 那就是我们职场里面工作的这些年轻人 这是我们志愿者的一部分来源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校园的同学们 也就是在校的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生 那基本上是由这两类年轻人群 来构成我们整个辅导的一个志愿者团队 所以在17年的时候 那这个年会呢 是在我们公司的现场举办的 那因为所有参与到这个施工当中的志愿者 有一部分人是通过 我刚才讲的MCE 也就是说我们的Marketing Church 那这一部分的年轻人 很多都是来自职场的 那刚好我们的公司就会有这样的年会 那公司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团队 来跟我们去对接 每一个星期帮我们输出很多的志愿者 到社区来进行辅导 所以我们就有幸成为了 整个年会开场的一个节目 那这里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是数字 也就是说 这些小朋友是整个年会开场的一个节目 那他们所站在的舞台 还是面对五千人的一个公司 在上面的表演 那他们的表演是我们的敬拜赞美 也就是说他们会唱赞美诗和跳舞蹈 在这些人面前去赞美神 那我相信大家会想到说 那在中国其实这个是很困难的 对吗 就是你想 莫大的一个公司 非基督 叫文化背景 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神做事情就是这样的奇妙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有讲到所有的这个 我们的节目是所有节目的开场 所以我们在年会开场的表演 是属于志愿者的表演 是排除于其他所有节目审查的 也就是说其他的所有节目 是有导演组 一个一个去过 然后去审查 然后去排 去卡你的时间 但是我们Wire Rich Baker 小朋友和志愿者的表演 是每一年 17年和18年 两年都是这样的 都没有任何的审查 我们只要告诉节目组 我们的时长 我们需要舞台 就OK了 所以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方式 我相信 在座的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当你去跟神祷告呼求的时候 神开的门 和神让你经历的事情 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2017年这里边还有一个转折点 大家会看到 下面写了12月停课 所以刚才有讲到说 神成就事情的时候 一定超过你所求所想 那这件事情要做成的时候 也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在2017年12月份的时候 正值红房蓝事件和协城事件的敏感期 大家记得吗 当时有这样的新闻 那我们的辅导活动是在每个周的周六 那我记得非常清楚 是在周五 中午大概11点多的时间 我们接到了 接到负责人的电话通知 告诉我们负责人说 从明天开始你们的辅导可以不用来了 那课就可以停了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我们前面经过了四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陪伴 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已经不简简单单是建立补课关系 师生关系这样的关系 那接到冷冰冰的丢过来这样一句停课通知 对于所有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 但是感谢神在那一刻我们没有大爆发 也没有很多的愤怒 而是非常井然有序 而且冷静地做好了所有志愿者的沟通工作 那我相信当神去成就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也一定有他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相信神做一切事情有他的美意 那大家会发现说 前四年当我们做这样施工的时候 所有的发起者是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找志愿者 我们需要去找学生 我们需要去跟街道做对接 那在2017年12月份停课了之后呢 我们停了一段时间 但是大家会看到2018年3月我写了重新启航 那在3月份这个契机 我们恢复WireVH Week上课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呢 是一位家长给了我们的负责人打了电话 说孩子听想你们的 可不可以继续给我们补课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当你很努力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我们的心去感动了对方 那这一次当我们2018年重新启航的时候 是家长和孩子互惯我们回到他们身边 所以我们知道说 是我们互相需要彼此 不是我们需要给出爱 是对方也需要企业生爱 那这就是2018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WireVH Week重新启航 那我们恢复补课呢 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家里面 所以大家会看到图片当中 其实我们是在家里面 虽然规模比以前小了很多 但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是 我们做的事情比原来更加的精细化了 那因为孩子的数量是比较小的 所以老师的群体是相对固定的 而且我们除了上午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补课互动以外 还会有专门的后勤部门 负责在厨房给大家做饭 所以所有的志愿者老师们 在中午的时候还可以共同享用午餐 包括下午一起的欢乐时光 所以感谢神 虽然我们的规模和恢复的团体比较小 但是神的爱一点都不缺乏 那上面的分享 更多的大家可能会发现说 我们WireVH Week的主旨和目标是说 我们定义为一对一的辅导 那也就是专业老师和学生们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进行补课 那在我们过去五年的这个施工的经历当中 我们更多想强调的是说 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我们补课的过程 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神感动我们还做了非常非常多其他的事情 那第一个就是课后的活动 那每一次在补课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陪伴小朋友一起游戏 因为我们相信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帮助孩子们建立他们性格的养成 和更多的有他们课后的一个互动游戏的过程 因为他们正处在这个天真烂漫的这个年纪 你要让他们板板正正的在教室里面做一个小时 其实蛮难的 但是大家会发现在下课之后的那一段时间 才是真正建立了所有志愿者老师跟孩子 共同建立真实信仰关系的那一段过程 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的课后的活动 来帮助学生们的性格养成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还做了家庭的探访 那就是在寒暑假的期间 因为学生们是放假的 也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回到他们的老家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课程是停掉的 但在这个休假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准备我们的志愿者老师 到孩子们的家里面去进行定期的探访 那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可以跟家长们做很好的一个沟通 另外当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家里面 真实的环境的时候 也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 给孩子们制定不同的补课计划 包括来帮更好的深入的来帮助他们 那第三部分我们做的链接呢 就是志愿者的活动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更多的是我们付出爱 去陪伴孩子 但还有一个群体是更需要被关注的 那就是我们所有年轻的志愿者 因为下午的分享 在MC的那一部分 灵姐也有讲到说 现在的年轻人的时间 可能大部分都会被吞噬掉 对吗 就是你可以去刷手机 只要你给我手机 只要你给我网络 我可以一直不出门 那这个过程其实 对年轻人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不仅仅是我们付出爱 去帮助和陪伴这些孩子 同样也是这些孩子 来帮助我们年轻人的成长 所以我们定期会举办 很多的志愿者的活动 以保证所有的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之间 会有很良好的关系 那这里边的一部分的资源 就会变成我们MC的主力 也会慢慢的变成教会的同工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 也是神来帮助我们传福音的一种方式 那第四部分呢 我这里边写到的是社会宣传 因为一直在讲说 神告诉我们要传福音 传福音是吗 那在前面开篇的时候 马太福音的经文也有讲到说 没有人的灯是要放在斗底下 对吗 你的灯的功效就是要去点亮和照亮这个世界 所以有一部分呢 我们做的是做社会宣传 我们希望说在大连 在这样的社区做了这样的事情 不仅仅是只有我们孩子以及志愿者受益 我们希望更多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去感受付出爱的过程 也感受孩子天真的笑脸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社会的宣传 下面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介绍的这四部分 我们的一些图片 那这里面是科学活动和家庭探访 你会看到我们带大家画手指画 春游跟孩子一起做游戏 那探访的话 我是放了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边的下面的一个图片 是我们去探访的时候 小朋友的家 那我相信有很多从外地来的朋友 看到了我们现在在金日滩聚会的地方 会觉得大连是一个山美水美 空气好环境好的地方对吗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在大连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家庭 他们住的棉被拎起来的时候 是有漏洞的 他们一家人是挤在这样的铁皮板房里面的 这个房间这么狭小 需要完成洗漱 做饭 睡觉 全部的朋友 那这个家庭所在的位置 也就在下午MC所讲到的软件园 我们最繁华 具备最多年轻人 最多资源 最多商家吸引人的地方 依然有这样的家庭存在 所以不是没有人需要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需要 要用神的感动来帮助我们发现 哪里需要帮助 那这边是我们的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宣传 那我们大家会看到我们志愿者老师 也会有一些手指画 也会有滑雪 那这边呢 是我们的大连电视台 对我们所有志愿者的 主办的这些团体的人员进行的采访 这个是在大连电视台播放的这个现场 那那边呢 是我们在年会的现场 志愿者老师和小朋友在五千人面前 一起赞美神的一个图片 所以大家会看到说 每一个人的脸上洋溢着笑脸 我们真的是需要去联合 需要跟这个社会 需要去跟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建立连接 那我相信神当神帮我们开辟这样一条路 开辟这样门的时候 就是也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神的爱 互相建立连接的一个过程 好往下 好 那这里边我列了WireWitch Week的公众号 那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四部分里面 社会宣传的一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我相信没有人不用灰信 也没有人不看公众号对吗 可能给你个手机和网络 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刷手机刷一天 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是对症下药 有了我们WireWitch Week的公众号 那最开始我们有这个公众号的时候 主要是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需要有一个连接 所以志愿者的年轻的人都会关注这个公众号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会在里边发一些我们聚会的消息啊 我们去安排活动的一些消息 那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说职场里边的很多人 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工作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压力 会有这样的一群人需要我们的牧羊 所以WireWitch Week的公众号应运而生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边是我们每周五坚持的原创推文 所以现在来讲 我们有一小群的粉丝 每一个周五都会等着我们原创推文的公众号来发推文 那大家也会去主动的转发 那我看到下面有人招手 所以一定是我们粉丝团的粉丝 那我们公众号的孙主编也在现场 我们孙主编也在现场 那不论工作有多忙 不论压力有多大 不论加班到什么时间 我们跟神的promise是说 我每周五一定要发推文 那我们就会坚持把这个公众号做下去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神给我们的意向 让我们透过OneRage Week去关爱孩子的这个过程 去更多的让所有的年轻人不是周末禁锢在家里 更多的是让年轻人迈出家的这个门 去感受这个社会的爱 去付出爱 从而也得到爱 那这里边 这个公众号呢 大家手上的日程表上也有 所以如果有想关注我们的 包括GCI的公众号也在上面 大家可以扫码关注 那我们的原创推文希望也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 也希望这是我们跟大家建立连接的一个过程 好吧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PPT的部分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我们有一段关于OneRage Week的视频 我想在这里示意给大家 因为听我自己一个人讲 还不够 我们来听一下 曾经和现在正在参与我们OneRage Week的 所有志愿者的感受 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神的爱的 那我们在等视频的过程当中 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在2015年拍摄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社会宣传的一部分 那当我们去录制这样视频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呼吁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其中 能够看到我们OneRage Week这样的施工 那我知道在现场有很多来自外地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分享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等大家回到你们的家乡 回到你们所在的城市 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方式去看一下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去帮助 我们的家乡 以后应该去怎么处理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坚持下去 我相信这样一个有爱的组织 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一定会很壮大 也会有更多的人去传播这个爱 交其他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用他们那个态度来说 它的浪漫很天真 所以觉得有这种机会能够接触到就蛮好的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活动 我会继续参与下去的 如果现在有人看到我们发的这个短片之后 如果你还没有参与这个活动的话 我希望能够来参加一下试一试 能让那些孩子能看到这个事情 还有更多的人来过去吗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们真的收获到了更多的快乐 他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 虽然我们不是他们的亲的人 但是我们能够陪伴他们走这样的一段路 所以我邀请能够看到这些短片的你们 如果你们有心愿意加入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是向你们敞开大门也敞开回报 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当初 所以我们还感谢这个总终 就是帮助我们的宣传 跟他相当初总终 能越来越大 合作去帮助工作脚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最珍贵的时间 以及咱们的一个 就是说爱心去献给他们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如果要是说通过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的话 我希望心动中心动加入我们的 让大家分享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爱 我不能坚持到现在 如果没有爱 我真的是很难看到他们身上 每个人身上的面包 如果你有爱 我期待你们加入我们的出业 下一次的活动的话 你自己会坚持的人 每次都去 我觉得 用我们这一点点 非国的力量来回报他们 因为感谢他们的一生 我希望有更多的加入去 然后来享受端 下午的美好的生活 学院上的问题 其实有的时候 学有快乐 他们的心态就能解决 所以 今后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发现 这个世界是 你手机的世界各地 大力的世界 而且不让你的内心 或者是让你的时间 更多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志愿者都说 不知道是 交给小朋友的多 还是小朋友的交给我们的多 所以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 如果你有被我们打动的话 我相信 你不要犹豫 就这样进来 希望可能明年 我们更大的进步 谢谢你 在自己付出的同时 付出时间 同时自己收获了 有一次 心理上的一种情感 其实非常宝贵 继续的也可以 接待更多的人 可以愿意关心这些孩子 也在那边 期待着周边的其他的 可能下肢的孩子 也一样 需要关心 需要保护的孩子 都有这样的机会 感到帮助 因为关爱 让我们提示更加的真诚 我相信 关爱会说 也会 感到非常谢谢 我也希望呢 就是我们志愿者的这份爱呢 能够继续地传递下去 让各种的人呢 能够感受到这份爱 然后让这个世界 真的能够充满来 小伙伴们明年见哦 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看完短片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感触 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收获了很多很多孩子们的祝福 和来自他们天真烂漫的一个笑脸 当我们看到说 我们付出的时间去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 他们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他们会成为他们所喜欢的形象的样式 他们每一次出行都带着神的爱的时候 我相信那每一个志愿者的心里边也是被神的爱填满的 所以感谢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意象 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去服侍这样的一群孩子 也透过这样的施工来祝福到我们的众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